李大钊等许多著名与无名的人物 都有王处这种慷慨负义的精神 简单的说舍身取义 就是在只有牺牲生命 才能实现大义的情况下 为了大义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具体的来说 可以分以下几个层面来讲 首先舍身取义只是说 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事 并不否定生命的价值 相反舍身取义之所以被认为 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行为 正是因为生命本身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每个人的生命都非常重要 如果生命像废纸一样 那么舍身取义就不值得一说了 孟子说 莫非命也顺受其正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严强之下 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智库死者非正命也 舍身取义呢 是尽其道而死是正命 正命的人呢 他知道生命是非常重要的 他不会列于危墙之下 让自己枉死 那据此呢 我们可以区分两种人 一种人他之所以能够舍身取义 是因为他看清生命 或者一心求死 另外一种人则不同 他非常珍惜生命 之所以能舍身取义 是因为他看到 只有通过舍身 才能实现比生命更有价值的东西 显然第二种人的舍身取义 才是真正值得赞美的 因为呢生命具有重要的价值 舍身取义 不是为了名利 或者小义啊小德 就牺牲生命 然后举个例子来说 以这个管中为例 管中早年辅佐齐国的公子鸠 与公子鸠的兄弟 公子小白是敌人 那公子小白继承王位后呢 他运用外交手段 杀了他的亲弟弟公子鸠 管中呢 他本来是辅佐公子鸠的 但他没有以身殉祖 反而接受了公子小白 就是齐桓公的聘请 做了齐国的国务总理 这件事呢 当时就遭到很多人的批评 认为管中非单缺乏舍身取义的精神 而且贪慕名位 是无耻之徒 论语里呢 就记载了子贡和子禄 都成就这个事情请教过孔子 子贡问 说管中非仁者于 桓公杀公子鸠 不能死 又向之 孔子回答说 管中向桓公 罢祖侯一框天下 明道玉京受其次 威管中无其批乏所任意 其批复批复之为量也 自今于勾读而莫知之也 那子禄又问孔子 说桓公杀公子鸠 招呼死之 招呼是另外一个辅佐公子鸠的人 他以身殉祖了 管中不死 为仁乎 孔子的回答是 桓公九和祖侯 不以兵车 管中之利也 如其人如其人 孔子认为呢 管中不必自杀以逊公子鸠 因为对公子鸠的忠诚 只是小义小德 保存中原文化 以比较和平的方式 促进统一 是大义 管中舍小义而就大义 不是那些愚昧的死士 可以比的 此外呢 舍身取义 不是说为了大义 在任何情况下 都值得牺牲生命 有时候呢 实现大义的途径 有许多种 舍身并不是唯一的方法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不应该舍身取义 孔子说的好 可以死 可以无死 死伤勇 对不起 对不起 那就 有请不吝点赞 가져出现